哈囉 妳好嗎 好 妳幫我問他說 這邊有一種 全世界排名第二噁心的食物 是不是在這裡可以吃得到 有 有是不是 真的喔 在哪裡 沙漠基基達 沙漠基基達 在紅樹林裡面 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是不是 紅樹林裡面 你吃過沒有 什麼 他經常都吃 經常吃 很好吃 很好吃 要 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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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帥哥居然說 全世界第二噁心的食物 是很好吃的食物 我覺得 對啦 當地人 搞不好真的覺得好吃 紅樹林嘛 對不對 我今天跟你在一起 我很開心耶 整個人好有優越感 有沒有 OK 我們去找 快 小哥說 全世界最噁心的食物 就在附近的紅樹林中 紅樹林 不就是一些玉蝦螃蟹嗎 不然就是樹上的 鳥類跟猴子 等一下 剛剛說到 那東西黏黏滑滑的 該不會是猴腦吧 這個我是完全沒辦法的喔 小哥說 你不要急 等一下看了就知道 所以我每次進來 這種熱帶雨林的地方 第一點我就怕蚊蟲很多 然後我們這次要找這個蟲呢 就是在紅樹林裡面 所以特別的 要忍受這種蚊蟲的攪擾 我怎麼看你 我怎麼看你 你不要碰 怎麼樣 它說你不要碰 為什麼 它有毒 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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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什麼東西 樹有毒 因為上面有這個 你不要碰 很危險 等一下 這個樹裡面 有蛇耶 我的天啊 所以它說不要去碰這個樹枝喔 對啊 那我剛剛真的很危險 你不知道它在哪裡 這個沒有吧 真的沒有 那什麼蛇 蟲蟲蟲蟲 蟲蟲蟲蟲蟲蟲蟲 蟲蟲蟲 這是有毒的嗎 有 沒辣蟲蟲蟲 天啊 好恐怖喔 聽說這種紅樹林蛇的毒性 可一點都不如青竹絲 而且他們最喜歡 在這個河道上聚集啦 才說完眼前又來一致啦 現在從那個平坡向路上經過 真的有右一點 所以在這個樹的兩旁 我覺得比較低的地方 他們會躲在這邊 感覺上它真的在休息 可是它眼睛是張開的 而且這個頭是三角形的 它是黃色跟黑色的斑紋 而且這個一定要當地人 在的時候比較安全 不然的話你真的會看不到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這幾秒鐘是 非常非常危險 因為我直接從蛇的正下方經過 就在我的上頭 就在我的上頭 它如果不小心 它動一下會怎麼樣 掉到這個裡面的話 哇 它真的是 好可怕喔 為什麼我們要來這個地方 吃這個怪東西 應該吃得到嗎 我們不用做節目做到的時候 要到出產地去找 怎麼可以這樣子 我們是世界第一人耶 世界第一人哪有在怕呢 是不是這樣子 剛剛鬼叫了一下子是壯膽而已 我們還是離兩邊的樹林 遠一點比較好 但小哥說很難啦 等一下我們也是要進去紅樹林 而這片紅樹林呢 根本就是毒蛇窩 小哥 你沒嚇我 我只是想來吃吃 最噁心的東西而已耶 好可怕喔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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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要找什麼東西 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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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好吃的東西啦 這樣可以看得到 我根本看不到水裡面啊 要摸 水也要摸 我只摸到泥巴 這個有 這個 但都空的啊 這裡還有 滿多那個貝殼的耶 這什麼蛤蟆是不是 你看這個 但是呢基本上都是空的啦 都空的耶 到底要找什麼 可奇啦 怪啦 小哥你又在賣什麼關子了 問他在找什麼 只跟我說是在找好吃的東西 不管啦 就跟著他來摸摸看吧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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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不達 有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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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的東西在裡面 等一下 你先問清楚 那個洞裡面是什麼東西 有螃蟹 螃蟹 裡面有螃蟹 好 我看了一下 真的有個洞 可是這個感覺到 是我們要腳踩的洞 這邊 要往下挖 可是我們這樣抓到螃蟹嗎 抓得到 抓得是這樣子 刺下抓得 好厲害喔 什麼樣的螃蟹會不會咬人 要咬 我可以咬 真的剛剛被咬到一下 好可怕 我的手指頭差點不見了 他這樣回一下 要咬 我可以咬 真的剛剛被咬到一下 好可怕 我的手指頭差點不見了 他這樣回一下 應該跑掉了吧 他手整個 他手快整直下去了 那洞很深對不對 拉臉 很深 所以他那個螃蟹 鑽在那個裡面 對 拉臉 拉臉 他的手伸在 拉臉 我沒辦法跟他下一個洞 我有點怕 你知道我剛剛被咬到一洞 有一點的甘心了 給他 看吧 嘿 喔 我剛剛就是被他這個回到了 剛剛就是對這個 這個夾子 還好你沒有給我腰很大 你這什麼螃蟹 你幫我 紅樹螃蟹 好 我抓住了 這個是有毛的 紅樹螃蟹 因為我知道有一種什麼 很凶狠的在那種 紅樹裡面的叫圓軸蟹 因為圓軸蟹的話 背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有個H型的話 真的耶 你看到沒有 這裡有個H型有沒有 這是最凶狠的那種圓軸蟹 到底有多凶狠 上過來 看看 我剛剛的手指頭 我覺得我真是 我真是病狠 這種紅樹林特有的圓軸蟹 不只是凶狠 而且邪惡 剛剛趁我一個不留神 又偷襲我一下 不過聽說它的肉質很棒 這刀來到這邊要找那個 這個長在樹裡面是不是 你用放 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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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是在樹的裡面 算是朽木就對了 對 所以大致然是很奧秘 竟然會有人 當地人來這邊找 這個朽木裡面的蟲來吃 哪裡 哪裡啊 那個嗎 等一下 這個 好噁心喔 拉起來 你們怎麼敢吃到東西啊 沒有 Oh my God 這什麼東西啊 這是什麼蟲嗎 Damiro Damiro 那這個 牠們是直接這樣子生吃喔 你...你... 還要洗一下 洗乾淨就生吃啦 不要 我的天啊 你不要抓到那麼多東西 很奇怪的到人家吃嘛 很怪 這一個叫做木柱蟲的奇怪生物 是菲律賓沙邦的特有蟲類 牠喜歡寄生在紅樹林 死掉的木頭裡面 也就是以木為生 不過這種蟲真的能吃嗎 先來看看牠長得有點奇怪 你看牠這個牠這個木頭啊 裡面有一個一個洞 剛剛那個蟲呢 就是從這邊這樣跑進去的 所以牠的養分來源 是這個樹裡面的東西囉 那種蟲 那種蟲裡面有這種很奇怪的蟲 蟲裡面都會有這種 很奇怪的蟲 只是牠這個蟲 真的怪 然後牠這個身體成半透明的狀態 裡面紅紅的地方呢 我覺得就是吃這個木頭的東西 蟲蟲 為什麼 有沒有 然後跟牠裡面的顏色 有沒有看到 有點像 但你翻過來喔 是白色的 有沒有 所以牠這邊應該是牠的腸胃 你看喔 這個樹木喔 翻過來也是喔 你看有沒有 更多洞 每一個洞一定都有嗎 一個洞一條 一個洞一條 蟲蟲 這麼怪的蟲 你看牠在地什麼東西 拚了 楊子儀 張善為 巴鈺 小高 還有新來的阿布 我們告訴你 好不好 我 考慮要不要吃 天啊 這種蟲看起來真的好噁心啊 牠真的能吃嘛 別跟我開玩笑了吧 小哥說牠可是吸收了紅樹林 古墓的精華長大的 滋味十一級棒 好啦 這裡蚊蟲實在太多了 回去再看看要不要吃了 劈下去 沒有錯 再劈的喔 但往往呢 我們到世界各地啊 會吃到一些很奇怪的食物的時候 我們要抱著一個態度 態度取決一切 OK 所有事情就要有很好的態度 因為這是人家的美食 這個畫面真的是 好厲害喔 這個應該是屬於 外星的生物 它不應該活在地球上面 我不懂為什麼這些 看似那種有沒有 花枝的那個角 白白的 然後居然躲在樹裡面 還一直鑽孔 鑽來鑽去 OK 怎麼做 OK 然後呢 有 它有一個那個耶 它有一個這個尖尖的東西耶 它就把它割開了 這什麼東西 你問它這什麼東西 這樣 拿來拿來拿來拿去 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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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尾巴 它的尾巴 它的尾巴拿來宰自己的身體 這太恐怖了 這那邊拿來拿去拿米粒 米粒已經是沒有 一塊裡面吃了 今天有一個帥 對 把它剝開 大家看看 OK 我現在把它切開來了 喔 光是看到被蟲住的 一個一個洞的木頭 還有沾附在上面的黏稠液 就讓人家想吐啊 然後再看小哥出的方式 就讓人更安慰了 小哥說 通常在那個吃法呢 還會把它浸在錫灰裡面 沾醋來吃 可是高雄紅醋磷 取出來新鮮的東西 吃原味是最棒的 對 這句話 能跟這種粉絲的東西 放在一起嗎 你們想到我們剛剛在一個環境 然後把它洗乾淨之後呢 就準備要把這個 白乎乎 黏乎乎 全世界 CNN裡面 報道為全世界第二難吃的東西 但是今天我要為我們台灣的皮蛋 做一個平反深淵 我一定要讓它 而且永久待在那邊 既來吃 整安吃 好不好 要主持外景節目 就要有這種態度 OK 我對任何事情都很認真 我是一個認真 上進的人 還有很多缺點需要改善 但是我願意 努力的改變自己 這才是勇氣 有時候勇氣是會被挑戰的 為什麼 我過了九年這樣的人生 我的肚子裡面 可能我的腸胃裡面 有另外的東西在裡面 我看到好奇怪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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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像的那個蟲在樹裡面 鑽的時候 牠還吃那些木穴 然後現在在我嘴巴裡面 有一個很強的味道冒出來 我覺得我贊成功了 很奇怪 觀眾朋友就想知道這樣的味道 對不對 因為我沒有沾任何的醬 它居然有一股生蠔的味道 有一股生蠔的味道 它是一個在沼澤地區 朽木裡面的蟲 居然會有海鮮生蠔的味道 不愧是世界第二噁心的食物 放進嘴裡的時候 全身含毛瞬間速起 然後就開始胡思亂想 這麼硬的木頭 它都可以鑽著千瘡百孔 更何況是我的肚子 小哥說不會啦 那是不會吃人的啦 吞下剛剛那隻婆肚子的蒸 才會這樣子的 不過它的味道真的很奇妙 好像是一種很清爽 沒有腥味的生蠔 然後又有點檜木的香味 我想應該就是來自於 它還沒有消化完的墓穴嗎 我吃了兩條 你吃一條好不好 來 撞 它很壯 你吃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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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弟弟 你辦到了 哥哥也吃了 我再給你嘗試一個 來自台灣的東西 敢不敢 敢嗎 敢 好 好 我記得吃一條 抱歉 是 世界第一噁心的皮蛋 今天就是你蒙淵成雪 的時候了 這是蛋 你先聞一下 OK 他們這樣 可以接受的味道 來 大家 等一下 菲律賓 奇怪 奇怪 這些在地的菲律賓人 好像都滿能夠接受皮蛋的氣味 但查資料 菲律賓是沒有皮蛋這種東西來的 好 不管了 先給小哥吃吃看吧 好 巴龍巴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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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鴨仔蛋 好 加油 好的 由此可知菲律賓人 是可以接受皮蛋的 看他們吃得多開心 世界第一和第二餓的食物 他們都可以接受 真是妙啊 不過那白皮不藍眼的歐洲人 他們敢吃嗎 從哪裡來 我們是朋友 朋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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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自台灣 這是雞蛋 這是雞蛋 這是雞蛋最激烈的食物 是雞蛋 在世界上 你想嘗試嗎 雞蛋 不是雞蛋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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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嗎 好吃嗎 我是朋友 這是我們的朋友 好嗎 好嗎 你需要水嗎 好吃嗎 雖然看起來有點不舒服 但被評為世界第一噁心的皮蛋 他們好像還勉強吞得下去了 那麼來看看他們對第二噁心的食物 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天,我好怪哦 這個 不會 不會 還有 來你 對 好 你要一把 你叫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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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成了 你都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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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nna do it He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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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 party off Weave with mane is bigger than 為什麼 Sigueres It means bigger than me Okay One Two Three YEAH YEAH S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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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AH 很爽 OK 你還要再吃嗎 不要再吃 不要再吃 我真的怕爛掉了 這個真的是很爛 好的 世界最噁心的食物大賽 比賽結果公布 平手 他們說都很噁心 其實食物的評價 沒有一定的標準 也許難吃的食物有人視為美食 再好吃的東西也有人不喜歡 重要的是尊重各國的飲食文化 如果一昧的拒絕 只會限縮自己的人生經驗 不是嗎 這一趟的菲律賓之旅 還會有什麼 讓你驚喜的人事物呢 咱們下次見